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次的视频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 新品牌瓦尔基里Valkyrie的极叶C240和C360一体式水冷 既然要做水冷评测,那肯定需要别的型号来做对比和参考 才能知道测试对象在哪一个水平上 所以这次我们也顺带加了几款主流方案的典型型号 给它做成了360水冷的横评 就算你对这次的新水冷不感冒 其他散热器也是值得看一下的 考虑到这次连品牌都是全新的 所以我觉得要花一分钟简单介绍一下品牌本身 这次的一体式水冷来自Valkyrie瓦尔基里 也就是北欧神话里面的女武神 名字的简称是VK,两个字母就好记多了 之所以有VK的诞生 是因为给某知名分体水品牌代工一体水的工厂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 决定自己出来创建品牌 所以可以知道他们在散热方面的技术是靠谱的 而且他们不光有技术 对品牌的建立也想了很多,投入了很多 不光产品要好用,还想给用户带来更多的东西 他们打出了《颜值即正义,科技即自由》的口号 为了满足现在年轻群体的需求 以及配合品牌主题 他们基于北欧神话创建了原创的科幻背景故事和人物角色 并很快会推出相关的轻小说、漫画 甚至连CG动画都在规划中了 换一个直观点的说法就是 帮大家造了一批设定齐全有血有肉的新老婆 或许还会和知名日曼进行联动 对于二次元,他们的认真程度远超我的想象 这次的水冷也只是Valkyrie品牌的起点 他们的计划并不止于水冷 还有风冷以及更详细的桌面占领计划 总之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非常值得关注的品牌 这次我们拿到了首发的吉夜C240和C360两款一体式水冷 其中C360是原创角色女武神迷雾主题的白色IP版 C240则是黑色的普通版 IP版和基础版采用了相同的散热设计 搭配了相同的V12F风扇 同型号下散热性能是一样的 基本算数的价格可以看一下屏幕上面的表格 主要是配色包装和附件上的差别 VK这个新的水冷系列在设计和细节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能讲的地方很多 但是为了不让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卖外观的花瓶产品 咱们先上测试成绩看看内涵如何 后面再来讲外观和包装等外加的部分 我们选择了四款不同品牌的一体式水冷 作为参考对手 其中有高端顶级性能的型号 也有入门性价比产品 它们分别是海盗船H150i精英版 AZ-TEC地携带方案的代表 恩杰海妖X73 六宝风扇的EK AIO Elite 360DRGB 以及和C360普通版定价相近的性价比水冷代表 主要封城堡垒360RGB V2 考虑到工程量以及日常使用的情况 测试时水冷全部用的都是自家的风扇 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次评测的两款水冷之中的C240 它是一个240水冷 但是对手里面却没有240的 这是因为它是最后面才加入的 并且厂家似乎对它的性能非常有信心 就拉进来和360水冷们一起玩了 这次作为热源的CPU是我们的新牢模i9-12900K 测试平台上面的其他配置请参考表格 本次全部测试都是在开放平台下进行的 使用的硅脂统一为道康宁的TC5888 测试时室温会尽量控制到20度 因为室温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东西 所以难免有一点浮动 正负一度以内吧 另外这次我们除了最开始拿到的工程版 后面还专门要求厂家提供了带树风膜的量产货 是为了确保他们有能力生产出性能统一的产品 前后的两个成绩我们都会放出来 就是因为测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评测视频现在才完成 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拖延症和摸鱼 请大家看在我真挚的眼神的份上 相信我 那么第一个测试项目是全部水冷的风扇满转速的场景 测试测这些水冷满状态下的散热表现 每个水冷的风扇实测的最大转速如图 这个场景中12900K的P核被超频到5.2G 一核还是3.9 开启多核增强 固定一点四伏电压和Level5的曲线 跑测时CPU功率大概是240W Adris FPU烤机20分钟之后 记录下核心温度和package温度等数据 每个水冷都跑了两次 然后再取平均值 和某些同学想象中不太一样 不管是不是厂家送测 我们做测试一直都是非常认真的 最终出来的温度表格是这样的 首先VK的这个C360性能确实是非常的强 不光打赢了SI-TEC第七代 还打赢了六风扇高水泵转速的EK360 Elite C360前有两个个体的性能差距在一度左右还是比较稳的 C240两个个体之间P核平均温度的差别稍大一点点 但也没到两度 一核和package温度就比较接近 C240整体温度大概比C360高了4度左右 因为冷排规模的限制 如果CPU功率继续上升的话差距可能会更大 不过C240最离谱的地方是240WCPU功率下 居然和360冷排的X73层级非常相近 然后比较意外的是 风扇转式最高的H150i Elite排到了倒数第二 我们这个是京东下单全新未拆封的 莫非刚好买到了体质差的 Bowley 360 RGB V2虽然整体价格比较低 但是性能表现也是差挺多的 比倒数第二高了差不多10度 是唯一一款超过90度的散热器 散热器都有设计好的解热上线 超过之后效能会下降不少 这里可能就是刚好超过了它的解热设计了 第二个测试场景是将全部散热器的风扇转速都控制到了1700转 模拟一个更贴近日常使用更安静舒适的状态 因为散热条件变差了 所以1290K的CPU配合频率也下降到了5.1G 电压降到1.35V 整体功率在220W左右 其他测试条件和之前一致 这个场景下C360虽然领先幅度没有上个场景这么多 但依然占到了榜首 C240还是和X73相近 EK360 Elite的排名则下降了一位 略输X73一点点 H150i Elite因为这个场景下风扇转速对比默认低了不少 所以和排名较前的水冷的差距拉得更开了一些 这比电底的堡垒360RGB V2好了一两度 不过虽然热源的功率只下降了20W 堡垒360RGB V2压制的温度却下降了差不多10度 所以应该可以验证我之前的猜想了 在不超过它的解热上限的情况下 散热的表现相对于价格来说 在过去还是可以接受的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明白 为什么我坚持要厂家再发一个量产版的过来做测试了吧 性能有一点好过头了 我一开始都有一点不相信 其实老DI玩家应该多少都知道 散热器特别是水冷 在有限制的规格下不是堆成本就能有决定性提升的 而且VK的水冷单看参数 冷排厚度和转速什么的都是比较常规的那种 并没有暴力堆叠 所以这个成绩我感觉更多是因为设计方案的原因了 对于一款散热器来说光系能好也还是不够的 精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分别录制了每个散热器在前面两个测试场景 也就是风扇满转速和风扇1700转下的噪音 以及关掉风扇单独录制了水泵满转速的噪音 其中因为水泵的声音相对比较小 从分辨一测出来的音量也能看到 所以我们的麦克风是贴脸进行录制的 这样才录得到声音 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云体验 感受一下水泵的音质 实际装进机箱里面后 大多数水泵其实都是听不到声音的 大多数水泵的音质 最后我们列了一个统计表格 可以看到在静音方面 VK两款水冷的表现也依然是非常的亮眼 两个场景下VK风扇噪音都是比较低的 水泵方面VK的水冷我们测了四个个体 发现有两个出现了水流声的情况 其中比较明显的那一个是C360的早期工程样板 而没有水流声的个体 水泵其实是相当安静的 后来我咨询了一下厂家 确认到他们是为了避免水蒸发后膨胀导致掌管漏水 特意减少了约3%的灌水量 然后可能就有空气走到冷头里面导致有声音 当然像前面说的那样冷头的音量其实比风扇显卡等低不少 这是贴脸录制模拟耳朵贴到冷头上的情况 中套机箱里面离开一米之后其实不太容易听得到 这个也让我想起分体式水冷刚上好水时的情况 需要等空气从水路之中排走之后才能达到静音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选购了VK的水冷 推荐在安装时让冷排至少有一部分高于冷头 然后开一个晚上看看 如果还是有比较大的异常水流声 VK官方也是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 其他的几款水冷中 EK360 Elite的水泵声音是最大的 比别的吵了不少 毕竟是3000多转的高速泵 而H150i Elite依然是我比较意外的 风扇全速时最吵 但是表现却不是那么的强 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重买重测了 大家讲究一下吧 最后堡里的水泵声音最小 但是性能也是最低的 看到这里这两款新水冷的性能表现 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底了 不过开头也有提到 瓦尔基里品牌打出的口号是 颜值既正义 科技既自由 所以在性能之外 他们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新水冷的包装和外观设计做的怎么样 首先是360牌的吉野C360 Valkyrie版 这个Valkyrie版就是前面说的 原创角色主题的IP版 从包装到本体 从配色到配件设计 全部都采用了相关角色形象的元素 整体外观设计倾向于科幻华丽的设计风格 就连吉野这个名字 设定上也是角色的武器 戏是做得很足的 IP版的包装设计非常的精致 配合透明盖子 不用拆开就可以直接看到产品了 观看这个盒子的材料 强度外观等等 我甚至都觉得可以当机相用了 打开内部盖子之后 还可以看到角色的利会 IP版首发角色是女武神迷雾 最先出场的两个角色 迷雾和洛基的人设及利会 都认出自中国知名漫画家郑魂街的作者许晨 水平是相当有保障的 开箱过程中还能看到 这款产品做了不少针对水冷新手的贴心设计 比如调料包上都用中文注明了是干嘛用的 冷头底部也用漂亮显眼的贴纸 提醒了安装前记得撕掉保护膜 应该就没有人会忘记了吧 哈哈 嗯 就连安装说明书也做成了类似漫画的形式 既能确保生动有趣让人更怨怨去看 也加强了IP的建立 中间还剧透了一下后续会推出风冷的产品 过来是水冷本体 因为首发角色迷雾的印象颜色是白色 所以冷排、水管、风扇都是大面积的白 冷排上贴了银色亮面的瓦尔基里品牌logo 而冷头则是银色为主 和白色还是挺贴近的 上面点缀了与角色相关的金色和蓝色 整体还是倾向于科幻华丽的美术风格 冷头中间是印在了无线镜上的logo 并且还是可以旋转的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为了迁就机箱和主板 冷头的安装方向不定 这个旋转功能可以说是强迫症用户的终极救赎了 冷头和CPU接触的底面 工艺在轻微的磨砂和镜面之间 不过性能怎么表现这么好 什么面都关系不大了吧 水冷扣具方面 Intel这边支持酷睿1XXX平台 H1DT20XX平台 有送1XXXX平台使用的背板 AMD那边则是支持AM4 使用自带的背板 扣具的安装方式体验下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风扇是前面介绍过的V120F 这款风扇单独的性能这次没有做测试 但反正和水冷作为整体时 性能表现非常不错 然后不用说 风扇和冷头都是支持幻彩RGB灯效的 接下来是最好玩的部分 IP版它还是用了Q版的手办 尺寸比例和粘土人类似 这种感觉在百元景品水平吧 当然胶的含量没有常规景品那么多 这个手办还可以和附送的 带RGB灯的灯控盒拼到一起 放在机箱里面做装饰 实现真正的买老婆送水冷 这个灯控盒只是用磁吸的方式粘到机箱上 并且有搭配专门的软件 对风扇转速和灯效进行控制 大家都知道 因为产量生产工艺等原因 白色的电脑配件价格也会相对高一点 但是VK这款C360IP版 依然在送手办的前提下 实现了669的价格还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对于不那么二次元和喜欢低调设计的朋友 VK也是有考虑到的 他们推出了非IP版的240和360水冷 这次测试的C240就是这个系列的 冷盘和水泵等都和IP版采用了相同的模具 风扇也是同款 就是颜色是基于黑色 更加内敛一些 当然按内敛归内敛 换起RGB灯还是要有的 不喜欢你可以关掉或者调成白色嘛 前面提到的调料包说明和漫画说明书 非IP版同样有提供 同时即使是最便宜的C240非IP版 也还是有送极限器的 虽然它不支持软件控制 只是单纯的极限器 但是市场上单买这个盒子都要好几十块 顺带一提 这个极限器非常的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经过对包装配件的精简 颜色调整 以及苛扣了老婆之后 非IP版实现了100元的价格降幅 只要469和569 考虑到它的性能表现还是超级实惠的 代工厂自己出来做确实是有优势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不管是不是IP版 VK全系列水冷都有5年落叶包培 赔付额度参考商品介绍页上的说明 我觉得还是OK的 视频的最后个项目就是对冷头进行拆解了 真的很好奇这个性能是怎么实现的 一上来我直接拧掉了冷头底下的螺丝 结果拧完之后发现 底部用吸盘都扯不下来 也没有一点水流出 不知道是不是专门针对防漏液做了加强 然后我又拧下了水冷管旁边的两颗螺丝 水冷管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拔出来了 平常管子有螺丝卡住 不是大力出奇迹还是比较难扯出来的 接下来我换上了翘片 才终于将底部挑了出来 内部整体的构造倒是和常规的喷射冷头差不多 在这堆零件里面 我觉得最有嫌疑的还是桶底这里 中间的微水道开得特别的密集 这个对加工精度要求非常的高 同时微水道的面积也不小 热力学我不太了解 这块就交给专业的观众来分析了 另外从这个微水道的形状来看 配合酷热12代处理器这种长条状的CPU 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安装方向的 最后再拧开底部的一颗螺丝之后 上盖也能取下来了 水冷上方有比较大的空间 里面并没有风扇 这个空间可能是为别的型号 添加更多的功能而保留的吧 该车的测完了 该看的也看的差不多了 到现在我最大的感想就是 不知道Valkyrie 瓦尔基里这个品牌 到底是想干嘛 这个性能 这个IP建立 这个配件 只卖这个价格 这玩意对一体式水冷市场 应该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上来就扔王渣真的好吗 听说后续还要推出更高端 性能更强的产品系列 都已经这样了还要更高端 是要非常天然的节奏吗 目前已知的情报室 会出带显示屏的版本 以及开头说的 和知名动漫大IP的联动版本 还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他们在B站也开通了官方账号 会同步更新产品动态 感兴趣的同学 记得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请关注讯会订阅点击个订阅 就不会抽烟的介绍 我是游王下期再见 拜拜